那在上节课呢 咱们把这个关于发送短信验证码已经讲完了 发送短信验证码讲完证之后呢 那相对应的两个验证就都有了 两个验证都有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开展这样的关于注册的这样一幅逻辑了 那关于注册的这幅逻辑的话 我们还是得在后端去写一个接口吧 所以咱们在去写的时候呢 还是只考虑后端 先不回头去看前段东西 咱们看一下在后端当中 我们先把对应的视图以及对应的路由 咱们先订出来 那现在呢已经是关于这个用户注册了 所以呢它不是这个验证码了 咱们再另起一个文件来提醒管理 那这个文件的话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会习惯性的把用户注册呀登录啊 这样的东西呢叫做passport passport passport是代表护照的意思 就相当于是用户的登录的 应该身份凭证的这么一段东西 所以呢我们一般会把它放到passport当中 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你在公司看代码的时候 一旦看到passport的话 那意味着里面会存取的是 关于用户注册呀认证啊登录啊 这些的逻辑 所以把它放到passport当中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来去写一下相对应的东西 好 咱们在这边去写的话 还是得先去构建一个对应的试图 那咱们先把这个试图所要用到的蓝图对象先引入过来 还是从咱们的当前目录点当中引入API 引入过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去定义试图了 比如说现在呢关于是用户注册的 我把它叫做rejector 就是用户注册 放到这儿 然后呢相对应的我们还要去把这样的一个路由给它定出来 那这个路由的话API里面的wrote 然后呢咱们路径应该怎么定义 还得是考虑版出来一个资源吧 版的是哪个资源呀 user啊 是用户的数据吧 你注册注册 无非就是把用户的这个数据给保存下来吧 所以对应的资源呢 是用户的数据资源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users 这是关于我要去创建一个资源吧 这要保存了 然后呢几件来我们看一下 那对于这个路径呢 请求方式呢 请求方式呢 你现在不是要注册吗 也就是让我保存 那也就为了说请求方式呢 对应的得是mysearch等于host方式吧 这也是代表去创建保存一份资源 好这样的东西也完了 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回过来 刚才新建出来这个文件 是后还得放到这个蓝图当中 让它知道啊 咱们回到蓝图的银的文件里面 再把刚才新写的这个passport的这个文件呢 给它放过来 让它知道它的存在 好 这时候呢我们回过来 咱们再来去写一下passport里面的试图 那在这个试图里面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请求方式跟路径都定义完了 接下来咱们再去看就是说 那访问这个路径的时候 需要前端给我传送哪些参数呢 这是我们得定义出来的吧 前端需要给我传送哪些参数 手机号什么需要传 然后呢 编证码是需要传吗 不用了吧 我只需要知道这个短新验证码就可以了 手机号 短新验证码跟密码吧 对吧 还有这样的密码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样的请求方式放到这儿 然后呢 它所对应的 把它写写一下 这里面 请求的参数 请求的参数 说明一下都有哪些呢 参数里面有手机号 手机号 然后呢 还有短新验证码 还有的对应的就是密码吧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说了 这个时候 你这个密码的话 可以怎么去做呢 后端当中 你可以接受两个密码 是不是也可以接受一个密码啊 我们说 之所以在前端当中 有两次密码的一个原因 就代表是 怕你输入错误吧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才加了两次密码输入框 让你去验证一下 省得你输错了 那但是 对于我后端来说的话 我要做的工作 只是把手机号 对应的密码 一起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你再去说了 如果我的产品经理告诉我 说你后端当中 你也必须去降严一下 保证密码不输错 那就去传 就是说 我去接受两次密码 我在后端也去对比一下 如果你这个地方的话 没有人要求你后端当中 再次降严两次密码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去解决东西了 我就认为 你按照正常情况下 你发送过来的那种东西呢 已经去确保你前脸的没有问题了 我就可以去 把这个密码 给你直接保存起来 这是关键站内 所以现在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是 在后端当中 不再去降严两次密码的 这样的完整性了 那我就只要去降严一下手机号 转信验证码跟密码 这个参数就完全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要用到的参数 那这个参数的话 还得有参数格式吧 参数格式 那参数格式怎么去做呢 我就得去约定了吧 你到底让前端以什么样的方式 把数据给我发送过来呢 这是我们要约定好的 那通常情况下 只要你前端发送过来数据里面 没有包含文件的情况下 那我们通常情况下 就是说前后端分离的时候呢 你前端尽量也去传接审格数据 你前端传接审格数据的话 那对于任何一个前端平台 公共性对接人们都比较好通通 原因就在于这个接审的方式呢 每一个平台里面 你比如说在这个前端的GS里面 在手机EPV里面 在这个Java里面 在OC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接审的工具包 如果让他去用 所以我们尽量直接就去拿这样的Json来去传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约定 你前端必须给我传Json数据 参数格式 Json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 我们把它约定好之后 那接下来就可以去写了 那至于这个约定的话 它什么时候约定呢 是你在去做这个接口的时候 你要跟前端 就相当于我们在写视图之前呢 他要跟前端的人员你要去碰下头 碰下头的时候说 我在去写这个逻辑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这几个参数 你这个前端当中能不能把这参数给我传过来 能不能有可能给我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这个数据我再去写的时候呢 我想要去接入Json数据 你尽量按照Json给我传 这是你先跟前端约定好 约定好之后 你就可以用开展你的工作了 所以呢 咱们开始往下去写 那咱们相对应的还是套路 首先第一步呢 要去接入参数吧 所以接入参数往外去拿 从plus当中去引入require的对象 从require的对象当中往外去拿 如果拿Json数据的话 还有没有一下啊 可以通过一个方法吧 是不是get的Json呢 通过get的Json的话 它一次性会帮助我们把Json数据 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啊 然后把它叫做转换 叫做请求的dig 这是获取 请求的Json数据 返回字典 然后呢那接下来 实际上就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往里面去拿参数了吧 对吧可以进行判断了 我去看一下当前有手机号 我把它叫做mobile 它是从哪呢 从require的require这个字典的当中 我往外去拿下 我在前端预定号也叫做mobile 还有这个短信验证吧 smscode 对应的也是 去拿下.get 也叫做smscode 再对应的是 还有password密码 .get 对应的比如说password 如果你要就是教养完整的话 那应该是把两个密码都拿回来 咱们比如说就拿着两个密码 然后呢这是获取参数 参数获取完整之后 接下来是要去教养参数了 教养参数的话 首先得判断一下 这三个参数是必须要有的 没有我做不了工作 所以呢咱们在这里面 if还是node out一下 out当中必须要传 对应的手机号 转信验证码 还有密码 这是必须要传的 如果没有return getify getify当中error number 对应的我们还要去引入一下 从iPhone的uTools 当中的response code 引入IET 然后咱们在这里面去使用一下 当前如果不完整的话 应该是IET当中有一个parameterror 然后呢 error message 对应的呢 相当于是参数不完整 这里面写完整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还要进行相对应的自笔操作吧 还要进行相对应的自笔操作 还有一个手机号的格式不是对的吧 所以我们后段还要去判断一下 手机号格式 判断手机号的格式 那判断手机号的这个格式的话 咱们现在来去写一下 应该相对应的是 引入正责表达式来进行调验吧 引入IET 然后呢 在IET这个模块当中 是不是有相对应的调验方法啊 哪个方法可以进行来进行使用啊 还有印象吗 正责表达式这么多块 里面是不是有色质方法 也有卖质方法啊 然后呢 卖质方法相当于是从头到尾严格匹配吧 所以咱们是不是可以用卖质方法啊 用卖质方法来进行判断 然后呢 第一个参数对应的是正责表达式吧 还是我们所学的 应该是 1 然后呢 三括号 34578 我们放到这 然后呢 杠第 9个 然后呢 后面的参数应该是手机号吧 拿过来 如果说当前的这个参数 跟这种能比较是匹配的情况下 那这时候 这个卖质方法会返回什么东西 是一个匹配的对象吧 如果是不匹配呢 反回什么东西 返回的是难吧 是难类型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当作我的条件判断来 如果说当前你返回的是难类型 那我闹到难的话是代表为真的 所以相当于 如果你是不匹配的情况下 这是表示不匹配 表示格式不对 这是关系这样的 如果说是格式不对的情况下 紧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反过信息了 随寸 刚才有同学说在这里面 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group group方法代表什么意思 是你再去拿取对象里面的那个取值吧 我们现在不用去取值 直接是判断一下动线 存不存在就可以 所以不用加那东西了 这代表呢 还是这样的参数错误 只不过是手机号格式错误 好 这里面判断完成之后 那你接下来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 咱们就把它写下来吧 要求你前端才能 必须也是后端也要去接受两次密码 密码 或者是叫确认密码 好 那把这个确认密码也拿过来 也是必须要去接受的password 比如说叫做2 我运动好也叫2 然后呢相当于这里面呢 两次密码password的2 所以在这里面再交易完的话 实际上咱们师傅还得去 看到两次密码啊 看到两次密码 如果说password 它谁呢 它是不等于password2的情况下 两次密码不一致 还要去返回 还是这个参数错误 比如说两次密码不一致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参数都交易完了 交易完成之后 再来往下走的话 是不是开始进行相对应的业务逻辑处理了 那咱们就可以去往下去教验了 这样的一个参数处理了 如果说你在这里面还要去做的话 你比如说你要去限制密码的这个长度啊 或者是密码字符的话 你是不是还在这里面再进去教验啊 所以咱们就不再做到那么具体了 你要知道 就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再往下走的话 就是业务逻辑处理了 那业务逻辑处理当中 关于注册要做什么工作呀 首先得去验证这个短信验证码的正确性吧 所以还是 从Redis当中取 从Redis中取出 然后呢 短信验证码 短信验证码 然后呢 接下来还得是判断短信码的有效期吧 判断短信 判断短信 验证码是否过期 判断完这个过期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要先进行对比操作了 然后呢 对比 然后判断 用户 填写的短信 验证码的正确性 然后呢 这判断完了之后的话 还要做什么工作呀 是不是可以 前期已经验证完了 就可以去保存用户的资料了吧 但是保存用户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还得判断一下 这手机号有没有注册过吧 所以还要判断一下 用户的手机号 是否注册过 这里判断完成之后 如果没注册的情况下 再去保存用户的资料吧 用户的注册 数据到数据户中 那在保存完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返回了 但是我们通常说了 你一旦注册 我就认为注册成功 是不是就可以认为登录的状态了 免去你再登录操作了吧 所以还要去保存登录状态吧 保存登录 保存登录状态 到到哪啊 到资料里面吧 资料中 然后呢这里面也保存完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返回结果了 所以这是我们关于在注册当中 主要去做的有逻辑 一步一步来 首先从redis当中往外去拿参数了 所以咱们就快速去写一下 应该又要操作redis 那所以我还得从上面去引入一下 从i-home里面去导入redis store 把它拿过来 在redis当中 我要去提取单数 因为我之前保存的是 呃 主转的一行 所以取的时候呢 也是get的方式 我们保存的时候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呃 叫做smscode吧 所以是它 回过来应该是smscode 的百分号s对应的手机号mobile放过来 我要去获取真实的短信验证码 然后这里面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还要去补货一下一堂 记录一下日识信息 所以咱们这里面去写一下current app 然后呢 这s去递一下 然后呢 current app当中的logo 记录一下错误信息 这里面取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办法做交验了 所以直接往前把error number 对应的是 RIT里面的真实数据库出现的问题 error message 就是redis数据库以偿 或者是读取 真实转信 验证码以偿 着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这个东西取完了 取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验证码是否过期 还是相同道理 如果real这个他的东西呢 如果你拿出来的是 那类型 代表数据不存在 或者是已经被redis删除 已经过期了 所以呢 咱们再来往回去 反信息 这里面是代表no data no data 然后呢 这是短信 短信验证码失效 好 这里面失效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要做的工作 就应该是判断用户填写的 这个短信验证码 就先行了吧 咱们来判断一下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呢 要谁呢 real smxcode 跟谁呢 跟用户拿过来的smxcode 进行对比吧 对吧 当前我们说 短信验证码都是数字 所以就没有大小写东西了 可以直接进行对比 判断它 如果跟谁呢 跟用户发送过来的 这个短信验证码 是不一致的情况下 又要去提示异常信息 所以呢 这就代表 数据问题 data error 这是短信验证码错误 好 这里面错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样一点 关于短信验证码 是不是也应该跟 图片验证码是相同道理 我也得进行清除操作吧 对吧 那关于这一点 清除操作的话 也是跟你的产品逻辑有关系的 这个产品经理的话 如果觉得说 如果觉得中东运的 你每次验证失败的话 都得重新验证 短信验证码 如果他觉得成本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会说 短信验证码 跟图片验证码不一样 允许你对于 同样一个短信 见证多次 有没有可能啊 有可能吧 这跟你的产品有关系 所以呢 在这里面的话 就看你怎么去写了 那如果说 就相当于像短信验证 像图片验证码一样 我不管验证成功与否 究竟只要一取出来之后 它还存在的 我就给它删除 也就意味着说 我想做成跟图片验证码一样 验证一次就失效 我就应该放到这个地方吧 都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所以相当于 咱们还要去删除 Redis中的 短信验证码 防止 防止 重复 使用 交验 所以 那现在里面再写一下 Redis Store当中的 Delete 所以呢 然后呢 去写一下 应该是那个键 是SMS Code 所以呢 把称号 S 再把称号 把手机号 换过来 我要去删除 这个记录 然后呢 删除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 去记录一下 日志的信息 Current AP当中的 Log.error 去记录一下 记录一下之后 如果这里面没删除成功 是不是也没有人成功啊 跟刚才是一样的 好 把短信码处理完了 处理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 如果你也是 对比是成功的 是相同的 我就可以往下去走了吧 往下去走的话 就可以去判断手机号 是否存在了 那判断手机号 是否存在的话 实际上 是不是还是跟刚才 我们在哪呢 在这个WiFi Code当中 写的判断用户手机号 是否存在 是不是也是这样操作呀 所以相当于 假如我们把它拿过来 是相同的道理 还要去判断它 判断它 判断它的话 然后咱们把这个User 还没导入过来呢 从iHome里面的Model当中 导入User 导入User之后 然后咱们在这里面 去进行浇验 然后浇验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一下 如果发生异常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可不能再放过了吧 对吧 如果我在这里面 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我就必须要 给你去返回了 我不能再往下去走了 因为数据库当中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相当于 如果我在进行过滤的时候呢 查询手机号 是不是Nan的时候呢 如果说数据库出现问题 DB error 那就代表 数据库一条 这是这样的逻辑 这段逻辑之后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我们去判断一下 User是不是Nan 如果是不是Nan 代表已经注册过 我就不能再往下走 然后呢 否则它是Nan的型 代表没有注册过 我开始就要去保存用户的这个出色数据了吧 不在这里要保存用户的出色数据了 好 保存用户的出色数据到数据库当中 怎么去保存呀 我得先去创建一个用户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创建一个 相当于要去创建一个User的这样一个对象吧 创建好了之后呢 再去使用数据库当中 我们去导入那个DB吧 得用到 这个DB 把DB导入来 用数据库里面 DB里面的 Session吧 然后呢 Add 把User添加进来 然后呢 在DB里面的Session当中的 Commit提交吧 是不是想操作 想操作啊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按照这样去写的话 我对于数据库 现在是不是进行过两次操作呀 先是进行过查询 然后呢 再是进行过保存吧 那我能不能去减少数据库的查询操作呢 你要注意 我们说了 数据库是在整个后端当中一个很大的瓶颈 你如果能够减少数据库的操作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能不能缩短了这样的试图导入的执行时间呀 可以吧 所以就相当于 如果说 我能够把这个 查询跟注册 都到一步完成的时候 我能够去减少一次数据库的操作吧 能够减少一次是一次 就能够缩短的时间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两个操作 能不能合二为一啊 能不能合二为一啊 实际上是能的 怎么去合并呢 你上面这些查询的时候 无非是要判断一下 手机号的那个记录 是不是已经存在了吧 那你看 我们在去构建model的时候 咱们在model当中 可以给数据库里面这个字段 添加一个值吧 添加什么约束啊 可不可以去添加一个唯一约束啊 唯一约束的意思就相当于 如果数据库当中的这个 mobile的字段之前已经存在的话 我再向数据库当中查询 一条数据的时候 数据库会不会给我抛一场 肯定会抛一场吧 那你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表里面呢 已经去对于model的字段 给你添加了一个唯一约束 就相当于数据库当中 这个手机号只能存在一条 如果存在两条会出现问题 数据库就会给我们抛出一场了 那怎么去抛出一场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就在数据库当中我去写 咱们就使用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它最终转换成的插入语句 还有印象怎么去写吧 用护理量表我们把它到哪里表呢 用护理量表到user profile这样表 所以应该是insert 然后呢 然后呢insert应该是表明吧 按huser profile 这个circle语句不是说 而成之后就忘掉了 circle语句一定要当作基本工具 一定要会具用 因为在找工作的时候 理事的时候 有可能会让你手写circle语句 所以所有语句必须要继续会 拿根笔在那写 不让你敲 所以一定要会去写 insert ihuser 这个东西 然后呢 怎么去写呀 insert 然后呢 ihuser profile 我要插入字段 然后呢 表明这个 这个里面的字段名字吧 字段名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相对应的 咱们现在去造一条数据 id这里面是自动的 可以不用传 name这里面是必须要传呀 然后呢password 这是存的密码的哈希的加密结果值吧 这里面是也要去传的 然后呢mova也要传 而底下的真实的姓名 id卡的头像 这几个不说 我没有给他设定那个navo 也就是说他如许没空吧 相当于 名字 密码 手机号 必须要去写下 名字 name 然后呢 手机号 这个 密码 叫做password哈希 password哈希 还有一个 对应的手机号 对应的一个手机号 mobile 把它拿过来 这是要去写写的 然后呢 后面呢 y6.com 网上去写 对应的 比如说用户名 咱们打来CMP 写一个 内部命名 a 然后呢 密码的话 咱们写先apc 后面去造一个手机号 这个手机号的话 比如说是18512345678 咱们放一个手机号 这里面去插一条吧 证明之前是已经用户新建立一次 已经看一下 pory成功是不是已经有一条 受影响了 select 先fromih userprofile吧 profile 查看一下 当前这里面是不是有一条记录啊 当前已经有了这样一条记录 然后我回过出来 咱们再来去执行一下 相对应的 这个音色的语句 我把这条再来去执行一下 这条执行的话 哪怕我把这个名字给你去换掉了 给你换成b 然后呢 密码放到这儿 然后呢 还是相同的手机号 这时候再来看一眼 出数据库就会抛出异常了 叫做出现了重复件吧 bubble gate就是重复那一次 出换了重复件 是谁呢 mobile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就完全可以在保存数据的时候 利用数据库抛出的异常 是不帮助我们进行校验啊 所以回过来 咱们就在这里面 也就意味着说 我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简写 把上面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直接注视掉了 你要注意 我现在先来把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直接保存 保存的时候 按照刚才咱们所说 那我们在这里面 保存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咱们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有name值 放到这里面 这个对象里面 name值是谁呢 我们在这个前段的时候 似乎没有去选运用过 所以默认情况下 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可以牵上它是谁的 手机号吧 然后呢 后面我们给你提供接口 让你去改 所以一开始 手机号 然后呢 再对应的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密码加密值吧 password hash password 对应的 hash hash 的话 这个值 我是不是应该先对密码 进行过加密之后 再来进去处理啊 对吧 还需要有这个东西 好了 那么先给你放到这 待会再说这个加密 除了这个密码的话 还有哪个东西呢 还有一个手机号吧 mobile mobile的话 就是右边的字段里面 是mobile 我们传统过来的东西呢 也叫mobile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 那个密码 咱们先放一下 待会来进出密码加密 相当于这个对象 创建完了 对象创建完成之后呢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给你提许 我给你天页地下价格 offs 算建什么 你让我们带去 资料之后 我再做的工作举 就可以抽象了 一提交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就会 红櫈就给我抛出 以仗了 如果存在的话 所以 还是我们所得的 可以去进行一下 做换了吧 换 saat呢 换完一下 以别许 那再去换完以仗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注意 数据库当中所抛出的一个异常 可就是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异常 你比如说可能会有连接的异常 也可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随着手机号出现重复值了 也可能有这样异常 那我们之前是说 无论对于哪种异常 我都得拦截下来 然后不做区分的给你报错 但是现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会有点问题 现在的话就可能会有两种问题 一种问题就是 明明是手机号存在的问题 然后还有其他的异常 所以这会儿的一个异常的话 我们就要来分开来进行处理了 那如果像刚才在数据库当中 如果抛出来是这样的异常的话 对应到在Circle Acumen当中的时候 它抛出来是哪样的异常呢 我们要去引入一下 这里面要去注意一下 这是之前没有提到过的 那个异常在哪呢 这个异常都被这个Circle Acumen给封装了 叫做哪呢 Circle Acumen里面有一个点 叫做EXC EXC就是Exception 它的一锁眼就是 在这里面封装了 所有它所对应的数据库的异常 点Error 这是我们去写一下 这个异常呢 表示表示 然后手机号出现了 出现了 重复 重复值 然后呢 这是表示 即用户已经注册过 手机号 已注册过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异常 然后呢 那咱们把它要去写一下 记录一下日识信息 还要去返回吧 Return GC5当中 然后呢 咱们去把一个这个地方 数据已经存在的 我把它去写一下 数据已经存在 然后呢 那除了这个异常之外的话 还有其他的各种异常吧 其他的异常呢 就是关于数据库出现错误了 所以呢 我们就不再继续齐分了 直接Exception S E 这里面一定要去注意 它有先后顺序吧 你try的时候 是不是有没有讲过 捕获多过一场啊 应该有讲过吧 它有先后顺序的 出现异常的话 它从上往下匹配 所以呢 我们要把具体的细节 放到前面 把它通风的 就总通风的呢 放到后面来 这是表示 数据库出现异常了 那也要去记录一下 日识信息 log .error 然后呢 这代表是数据库出现的问题 咱们把它点引过来 db.error 查询数据库一场 好 这一连接想象之后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把它 告语一个段落 然后呢 相当于这个密码 还是先留下 你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相当于 已经把用户给保存进去了 然后呢 如果从来没有注册过 好了 那不会抛出一场 直接往下走 如果用户注册过 那这个地方会抛出这个一场 我也捕获了 给你查询信息了 接下来咱们就往下走 再往下走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去保存 这样的一个登录状态了 保存登录状态的话 要保存到send当中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设置到30句了 我们在项目的第一天的时候 跟大家去提到过 咱们实际上是不是已经把这个 Flask当中的session 把session机制 通过这个Flask的session扩展 是不是已经给它保存到runs当中了呀 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 这个扩展的话 它仅仅是默默地帮助我们完成了工作 也就意味着说 我接下来在操作session数据的时候呢 原本在Flask里面怎么操作 我现在还怎么操作 咱们之前在Flask里面怎么操作呀 怎么操作session数据 还有印象吗 从Flask当中导入一个全局的那个上下文 请求上下文吧 叫做session 导入过来之后 我要去保存30句的话 不在这里直接去写呀 相当于session里面 我想保存什么值就保存什么值吧 我比如说保存 我觉得要可能会保存到name 可能我在后面直接操作30句 就能够去name 好了就把它保存进来 还可能保存什么呢 是name 一开始手机号放在这 然后呢 我觉得还可能会定到什么问题呢 咱们还可能会用到 对应的一个手机号吧 mobile也可能会用到 手机号放到这 还可能会定到什么数据呢 还可能用到的就是 用户的ID吧 这是session 我最常用到的 用户的ID 那个用户ID在哪啊 在数据库里 在数据库当中吧 我刚才是不是已经提交过了 提交过之后 这里面user对象 是不是应该里面的ID就有了 这里应该是user.id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一提到这个地方 刚才咱们在这里 数据库捕获异常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咱们db.session.commit的时候 我们说了提交事物吧 相对应的时候 是不是这里有回滚呢 相对应的就有回滚 那之前我们再给大家去讲的时候呢 咱们直接就去 因为没有在程序代码当中去讲 所以只是都是基本语句 就讲了db.session.commit 如果你现在的话 做出到代码当中 commit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事物的提交 那相对应的 一旦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下 我是不会这样 可以进行回滚呀 所以那在回滚的话 我们去回滚呢 我们在这里去写一下 就是db.session里面的rollback rollback 进行回滚操作 也就是说 你通过这样的吧 commit跟rollback是配合着来去使用的 在出现异常的时候呢 我就要进行回滚 无论是哪个异常 我都要去回滚一下 把它補充上 那这时候呢才完整了 这是事物的回滚 这是数据 不操作 操作 错误 错误 后的 回滚 回滚到哪儿 回滚到上一次我提交的状态上 我现在是不是在这哪儿呢 就是回滚到这个commit操作之前的这个状态 初始的这个状态 就相当于是说 我在这儿没rollback的话 会把这次commit的提交给你撤销掉 是这样的意思 你这次commit的提交 提交就是说做了哪些操作 然后呢 他就把那些操作 通通的全给撤掉 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返回了呀 30数据也保存完了之后就可以返回了 return d75 当中error number 对应的是ok rit里面的 然后呢 再对应的 error message 对应的是 注册成功 好 这是关于后端的这样一段逻辑 对应该是完全逻辑的 主要是 就可以返回了 解 könnt 系统